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几圈都给它勾好了 现在我勾的是七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共是七圈 七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小后根这里就是不再勾了 就要断线了 然后拿出 拿出我们的剪刀 给它断线 留一段线 然后给它线头藏一下 线头这里给它藏一下 我们做一个无痕的连接 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针上 然后给它穿进去 穿进去 然后从最后一针这里这个洞里面给它穿出去 再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 看一下这里就没有痕迹了 没有引拔的痕迹 然后我们在背面把这个线给它藏在这个短针里面 这样就比较美观 它也不会有那个小疙瘩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 给它整理好之后 给它 剪断就可以了 剪断就可以 然后这个小鞋的主体 它这边这个鞋身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勾这个后边 后边这个 后跟这里的这个部分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拿出我们的主色线 拿出我们的主色线 找到 找到外勾长针 边上这个短针 找到这一针 然后留一段线 我们捏住在里面 然后勾线出来 再勾线出来 这是立了一个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针这个洞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 给它放在勾针的上方 一边勾 一边藏 我们就还是勾短针 勾短针 勾 然后把它拉一下 然后在下一针里 勾短针 这个线头还是给它放在勾针的上方 我们藏几针之后就可以给它断线了 这里就是对应的一针 一针 对应一针的勾啊 然后绕线 不用绕线啊 就说错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勾到对面的位置 勾到对面的位置 然后 然后 一直勾 勾到对面的位置 勾到 我看你很可怕 有点赞 勾到对面的位置 上 进队 勾到对面的位置 在一边都没有 预踩到对面的位置 你还不过来 你就能用 预踢到对面的位置 根本就能用 预踢到对面的位置 好像你能用 预踢到对面的位置 还不过来 预踢到对面的位置 好勾到这里勾到最后一针 就是勾到这边这个短针这里 然后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把这个小鞋子转回来 转回来呢我们这边要剪针了 我们就是第一个洞不勾 然后在第二个洞里勾 勾短针 这就相当于直接剪掉一针 我们再勾回来 勾回来勾到这边最后一针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讲